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超级女生冠军安佑琪在网上晒出近照 却被网友吐槽 脸僵倒快要认不出 看安佑琪的近照 明显有种打多波尿酸的后遗症 下巴变尖了 脸变小了 二十几年前 她是常这样的 跟现在判若两人 去年她参加某裤套劫时的造型是这样的 可以看出 脸型确实发生了变化 有点香 安佑琪可以说是最不火的超女冠军 人体跟2005年的冠军李宇春有天壤之别 比周比唱 和节之类的也差很多 最主名的可能就是歌曲 你好 周杰伦了 毕竟成了周杰伦的热度 2015年9月 安佑琪还成了十周嫁出去 这当相亲类真人秀的女主角 又在十周内完成30场约会 把从陌生人到办婚里的整个相亲过程都秀了出来 虽然这样的综艺看着很有话题有争议 但却没什么水花 2016年 虽然说安佑琪有幸客穿了百度人 但出演的是个女客人角色 说是路人家也不为过 很多观众估计都认不出她来 安佑琪作为首届超女冠军 为什么混得这么差呢 首先 2004年时超级女生还不够火 2005年 才大爆 以宇春才有机会成家喻户晓的明星 而2004年安佑琪虽然拿冠军 但当时人气都不够张寒韵高 后来就越混越差了 另一个可以说是混得最惨的超女冠军 段琳喜 2011年获得快乐女生 超级女生改名冠军 这么多年来 段琳喜也变脸了 曾经的样子看着很纯服 有短发像个假小子 后来打扮和五官都变了 段琳喜变化最大的应该是鼻子 鼻翼明显缩小了 看段琳喜最近的视频 她的鼻子看起来非常假 明显是整过了 段琳喜之前还尝试过比较舞梅的风格 但没能坚持下去 辨识度太低了 照片已经完全让人联想不到她之前的样子 段琳喜究竟惨到什么程度呢 音乐上 段琳喜没有什么流行的作品 影视方面 她就2012年到2013年 客串过青春大爆炸和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 今年段琳喜开始上一期节目 自爆自己走红后的凄惨经历 令人不胜唏嘘 夺得冠军之后 段琳喜也过了一段风光日子 有时一天就得赶死 五个通告 每个月收入过十万 整天吃喝完了 段琳喜初见迷失了自己 不求上金的她被公司抛弃 收入锐减 不过段琳喜还继续挥霍 把之前攒的钱都差不多花光了 当时有个朋友约段琳喜一起创业 她答应了 卖起了云南特产 玉石 北醉 牛肉干 还当起了微商 应该就是一年 后 还有媒体曝光段琳喜做微商的消息后 她就停止了 接下来段琳喜开过一家文化公司 但没半年就倒闭了 她还开过出租车 各种打伙她都做了 就是没再碰音乐 因为当时她已经觉得超越冠军 这个身份是一种零碎和负担 多年之后 段琳喜在父母的帮助之下 才如梦初行 想起了音乐梦想 她放下了冠军的包袱 跟朋友借了十万块钱 重新回到北京 势必攻击完成了一首单曲的创作 发行 有一次段琳喜还透露 自己嘴是意义的时候 患上了轻度抑郁症 一度想到轻声 可惜的是 就算段琳喜重回音乐圈 她寄予后帽子作品 都没能激起什么水花 反倒是她的经历 成了别人产于饭后的谈子 想想如今在时尚圈 混得风生水起的李宇春 国际大牌代言多不胜数 还能跟很多大明星合作拍电影 真的是天超地别 其实很多曾经空极一时的超女 都泯然中人了 像李宇春这样的毕竟只是少数 谁都想当大明星 在得偿所愿的有几个呢